只要我还能够去做这些 那我就去做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故事的人 是 说故事 你还要拍电影吗 拍啊 我想问你一题就是 以前身价这样上亿 然后这样赔光了 其实这笔从来没有拥有 可能你要面临到的感受会更强烈 老实说我没有 我唯一只有一个 因为我怕欠人家钱 对 我很怕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喜欢欠人家钱或人情 其他的话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拥有过 因为我没有很物质欲很高或怎么样 然后我以前就是刚上来台北 然后一片歌手的时候 在板桥欠十几个月房租我都欠过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惨不忍睹 可是那时候我很开心 所以拥有的就是那些开心 其实后来拥有一些我也没有觉得 因为我没小孩也没什么 所以我没有要给谁 所以最后都捐出去或怎么样 我都很OK的 我当初的理想是这样 最后还有剩一些钱 我人生走到最后 我就给所有朋友 然后建一栋房子 让大家能住在那边 我觉得蛮酷的 其他的捐出去 所以我没有觉得他最后要留给我什么 那我现在有的 像我那时候拍电影亏了钱之后 我只是觉得惨了 突然要掉头寸 惨嘛 然后好险后来 不管是自己的一些 以前写的歌的板碎 或什么的东西 最后我能够cover 慢慢又回魂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其他的我觉得 我没有那么care 我会计每次都跟我讲 你不要乱花钱 不要闹 对 你不要又要拍东西 然后我说我问你 我拿去买一台车 跟我来拍一个东西 车开几年之后不能开 这个东西要留好久 他说好好好 那你不要再乱弄 不要再这样 换的机会比较实际 不然你再写五首黑松 你再去拍一部电影这样 可以跟你换 比较买个保险这样 可以跟你换 我又跟他说 那我去不管上节目或干嘛 我只要赚了钱 我就拿来做这个 他说好 那你可不可以留一点给我 留一点 会计就跟我说 你就留一点给我 在库房里面好不好 周转 对对 你留一点给我 我不知道你以后会出什么事 你要问你爸早想这样 安心感 一直跟我讲 我说好好好 然后我还是从来说 诶 会计叫陈寅吗 我就叫他妈 陈寅吗 那我说 我要做什么了 他说什么又有 对 然后我说 我最近要写一个新的东西 要那个付给编剧 他说他什么又有新的 他应该是蛮害他收到你的line 很想要封锁你 他每一次看到我 然后一打数字出来 他就说 怎么又有 你不要这样 所以我就要再问一题 他可能会说怎么又有的 就是你现在这个 budget做到什么样程度 你是不是即将要发行新的专辑 就是今年四月应该就会出专辑 然后四月开始我就会做 你说我听证的第二季 你要进入到第二季了 然后 因为现在有几个平台来找我谈 所以 陈寅妈你不用担心 我刚刚也是订个回答说 我刚也是想说 怎么又有 妈我又很不开心啊 怎么又有 有各大平台 现在赶快跟客群就联络一下 对不对 因为 反正内地有两个平台在找我谈 很棒 所以 所以他不用担心了 我的会计终于不用担心了 谢谢